很难想象画这些画的人是个小学生吧 而且大多数的画都是他当小三 九岁的时候创作的哦 他的名字叫晨曦 年纪小小却已半过多场画展 作品还被图书馆五星级办店等收藏 今年腰展计划甚至已经排到下半年了 这种画画是一种开心的 就像一条鱼吧 为他看这个画面实在的 想要怎么画都可以 记录我所去过的地方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灵感来源呀 小朋友从小的时候呢 就对周边的事情呢非常的敏感 当妈妈发现三岁还会画画的时候呢 也是带她自己去学画 可是在学画的过程中 我们觉得好像欠缺一点点生命性的东西 古人说《新环理路圣读观宣书》 在入学前的那一年 就是七岁的时候 三月带她去香港 四月去韩国 五月日本 六月呢 去了美国的优胜美地 拍了很多相当多的相片 那妈妈就鼓励她把这些呈现出来 一路走来呢 当然非常辛苦 可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很多人觉得说 哇好像天才儿童啦 可是对我们来讲 晨曦她不是天才 不是儿童小发家 我觉得说她只是一个快乐的小朋友 她想做什么事情 我都非常的鼓励她 让她做她想做的事情 我希望以后会有更多人发现我的话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很好 东新闻台中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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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